身為一個工業設計師 身為一個工業設計師 我想盡我們的能力 可以改變這世界一點點 我有看到一些機會 可以改善這些技師們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改善他們的工作效率 改善他們的安全 那我想去盡一份這個力量試試看 把自己的所長貢獻出來 它現在這個部分你看它的挑釁怎麼樣 我們公司的名字叫做亞太治儀 我們Focus的產品種類可能是比較偏向行業類的 了解他們的know how 我們才有辦法幫他們去改善他們的儀器 或者幫他們設計他們所需要的工具 因為我們家族有一票人是專門在做 那個冷凍空調器材的批發的 我突然發現說 哇我們之前小時候看到 那種冷媒監測冷媒的冷媒表 從50年前到現在沒變過 然後加上我們有常常 就覺得裝冷器 這些機師真的是個高維產業 那他們常常要 裝室外機要外吊在外面 那是沒辦法的 可是他們常常需要去看那個壓力素質 他們要平凡的爬上爬下 或者是又到那個不友善的空間去 那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其實是不是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減少他們布魯在外面的風險 最終目標想說 我們想要 讓這個產業升級 就是它包含 把冷媒自動安裝到 抽真空 然後安裝灌冷媒 然後偵測 然後一切都是自動化 那時候我們就起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然後那時候就參加了那個 國際的IF大賽跟那個雷達 結果當年就同時得到這兩個 國際比賽的肯定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麼好的概念 自己也覺得說 那我們就把它分裂 把它生產出來看看 我們是從壓力計開始 這個壓力計 已經跟傳統壓力計 有很大的不一樣 以前是機械式 是用彈片或者是彈簧 去驅動那裡面的指針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我們的機械表 因為原理不一樣 我們現在用的是壓電材 那它基本上 它也是全浴室的 它是利用壓力帶動 它裡面 電阻電壓的變化 經過那個台溪 然後去推算 它的那個數值出來 真空 直接到800PSI 大概就是55公斤到60公斤之間 這個範圍 我們一顆表就搞定了 就成去了以前的那個 指針式的方式 這個產品 在我們的架構裡面 它就是SENSOR層而已 我們不希望它有 運算在裡面發生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的供電 才能 不用供給CPU去運算 它才會省電 它才能持久 所以我們就會去開發手機APP 它們的連線方式 但是呢 我們現在目前是用 BOE寫專品的方式去完成它 一般的藍牙連線 BOE的連線 應該就只有20公尺 那我們這個 因為有寫專品 然後我們就會改一些它的設定 我們自己有實測過 空曠地區是可以到400公尺 我們未來的規劃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助這些傳統產業去做升級 傳統產業的涵蓋非常多 剛剛我剛才講的技師類的 然後工具類的 儀表類的 然後樂器類的 然後順便就是也讓台灣開始一些中小企業可以不再那麼的依賴代工 過程就會產生很多的know how甚至專利出來 我們試著去做自己的品牌 然後試著去創造自己的價值 希望這個產業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未來 以後每個人都一個很強大的運算員 你怎麼去跟你的運算員好好的做結合 那就來幫助你的工作 或者你的興趣 或者你的娛樂 那我是覺得說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讓我們去琢磨的 那我們希望台灣在這些產業升級的角色上 我們可以去扮演到比較好的角色